玉锦绣只觉得心里焦脆 走过去将赵半嫣抱回了房 继雪峰见机极快 早在赵半嫣过来的时候 就差人去请了大夫 玉锦绣刚把赵半嫣送回房间 孔大夫就来了 孔大夫给赵半嫣把玩麦后 赵姑娘上次毒发狗心脉受损的力儿 竟来不宜动气 也不宜挪动 得好生敬仰 柳儿一听这话 立即跪在玉锦绣面前 求王爷不要敢小姐初王府 那回要了他的命的 之前赵半嫣的病 基本上是装的 这一次却是真的 他也看过宁妙威 给赵半嫣开的方子 那张方子即适合赵半嫣 他却不吃 非要去陷害宁妙威 活该 他心里面这么想 手上却没停 上次有信见过王妃的医术 若是能请王妃 为赵姑娘医治 为事半功倍 玉锦绣的脸色 有些不大好看 宁妙威之前就放了话 只给赵半嫣一次治疗的机会 且这连着发生的 两次事情 玉锦绣也发现赵半嫣 对宁妙威的敌意 这一次赵半嫣让柳儿 放蛇去咬宁妙威 她也没脸再去请宁妙威 给赵半嫣治病 孔大夫倒腾了好一会儿 才让赵半嫣醒了过来 并再三叮嘱 让她最近不要太好心神 安心休息 玉锦绣让人送走孔大夫之后 赵半嫣虚弱地道 秀哥哥 不用再说了 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等你身体养好了再说 赵半嫣的眼里泪光点点 娇柔秀弱 她便想起她与她出见时的样子 不由轻叹了一口气 却什么都没说 直接就走了出去 玉锦绣离开之后 柳儿便为赵半嫣倒了一杯水 她的手一扶 被子摔在地上 死分无裂 柳儿侠地跪在地上 小姐 我知道错了 之前便跟你说过 让你进来不要轻举妄动 望宁妙威的房里放蛇 不要说这一次没能咬到她 就算咬伤她 她也未必会死 还会让修哥哥对我生出怀疑 简直是愚蠢至极 我实在是为小姐不平 这一次心事冲动了些 还请小姐责罚 赵半嫣说了几句话 奇迹不稳 眼前发黑又只得躺了下去 宁妙威蠢蹲不堪 她给小姐提鞋都不配 凭什么能让王爷对她策磨 又凭什么拜师心和尾事 赵半嫣知道柳儿的心思 事实上她和柳儿的想法差不多 她也没觉得柳儿这一次做错了 若硬要说错的话 也只是柳儿没有得手 赵半嫣的脸上满是猙獰 说到底 也不过是宁妙威运气好罢了 只是这京城想要她命的人太多了 她活不了多久 这是修哥哥 已经对我们起了疑心 短时间之内 我们不能再对她出手 以前是我小看了她 王狗 要么不出手 一旦出手 就一击必中 要了她的狗命 小姐说的是 宁妙威完全不知道这一对主仆 已经把她当成了人生最大的敌人 更不知道玉锦绣心里的纠结 她这会儿 正想着要怎么去打写诗心河